电影里应得交战炮火猛烈 现实生活中北韩跟美国之间的情势也不断升温 为了向北韩施压 借由大陆牵制北韩 原本在川习会之后 川普跟习近平达成共识 大陆甚至同意再次开放美牛进口 但CNN爆料现在这个好麻吉的状况可能出现变化 因为川普要推翻这个共识 对大陆启动违反制裁权的301调查 外媒认为川普要既由经贸压力 联合大陆制裁北韩 而台湾身处关键战略地位 台经院更提醒美中杠上对台湾负面影响更大 所以一是买主韩国 二是供应链的上游 日本两个都不是好事 或许一两个产业会有转单 但是对你来说整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国际情势牵动台场神经大盘14号 重挫104点 不只跌破季限跟10300点大关收 在10225点 累计四个工作日跌掉343点 盘面上全职骨面临沉重慢压 大力光收盘价小跌55元来到5510元 台力电以及鸿海分别跌1.5元 以及2.5元收盘来到211元以及114元 台币却随着韩元升值脚步 对美元走强 中场以30.302对1美元作收 升值5.6分 分析师则认为大盘跌升之后会有转机 短线上当然跌升了 因为其实这边跌破季限之后 其实怪力率开始扩大 看到8月份以后的一个忘记的一个 所谓的心机的这个扑获的效应 其实还是有一些期待 国际情势不稳 台信镇以及大众镇14号又受到骇客攻击 但金管会表示投资人利益并没有受损 只是网络速度变慢 台信除了要注意战争 网络安全更不能大意 动物三财机信王杨昭 综合报道